最近中国喉舌媒体《环球时报》评论文章认为 美国驻华使领馆做不了犯案官员的庇护所 而且说他们决定不了中国公民的命运和未来 有分析指出《环球时报》的论调或许可以避免以后的官员仿效王立军 也打掉了上访者千方百计往美国领事馆跑的心理 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现在中国老百姓更想知道还有谁跟王立军案件有关系 重庆市前副市长王立军最近被当局提起公诉 9月6日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针对王立军遭到起诉发表评论指出 王立军案让人们看到美国驻大陆使领馆做不了犯案官员的庇护所 决定不了中国公民的命运和未来 有网友评论美国是中国贪官的大本营 《环球时报》睁眼说瞎话 也有网友说美食馆做不了犯案官员庇护所 起码可以做临时保命所 要不然早就被自杀或被意外了 我觉得环球风格呢是不仅是中国特色的一种新闻风格 也是举世无双的一种风格 他们经常说一些让外人不明就里云山雾罩的一些话 他呢说的正好是相反 因为他一切都捂着盖子 就包括伯夫人的审判 包括这个王立军几个手下的审判 说不是一种法律程序 而是按照一种脚本在往下走的一种滑稽系 王立军曾任重庆副市长 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得力助手 因重庆打黑著名 但王立军在今年2月突然被调职 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和党委书记 只以副市长身份分管科教领域的工作 之后他携带资料逃往美国领事馆 并寻求庇护 而4月底 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又淘际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5月5日 大陆艺术界名人艾未未的朋友 在推特上透露 如果不让艾未未出国出席10月 在华盛顿的艺术展 他就是美领馆的下一位客人 还有 著名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 今年3月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相关单位至今还没发签证 让他去香港读书 媒体人温云超建议 不让去香港就去美食馆 环球时报的文章还说 中国大陆如今再大的尴尬也已经捂不住 而且越来越不会有人去武 谁犯了案 无论职务有多高 都需面对法律的制裁 对此 唐继田表示 环球时报宣传的不是新闻 更像是典型的利用不对称的讯息 对老百姓进行舆论操控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赛宁表示 中国的法律并不是人人平等 在一个三十几次下的国家 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全的 只有民主以法治的国家 那他的人权才有保障 所以我美国跑 主要是他是个法治的国家 相对来说人权是有保障的 评论人士认为 无论中共喉舌怎么报道 肯定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中国老百姓更想知道 还有谁跟王立军案件有关系 准备